他卖一下给了3500 3500今天预算都不够 2800你跟他说能卖就卖不能卖就算了 我帮你再谈一下 各位兄弟姐妹 在工厂找了一个多月的货 到今天的市场总算是开门了 今天带你们重新去感受一下市场的热情 走 感受到了没有 就是那种人声鼎沸 人潮汹涌的感觉 其实工厂逛久了 你会发现市场完全是不一样的 除了手肘位比较集中以外 另外每家的一个叫价方式 包括说还价的一个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条菜多少 看什么话 这块呢 3个12 3个12的话一个4万 平常不是分不清总出总细吗 过来看一下 这两条放在一块对比 这条的总值明显就细很多 那么这一条就看 它的一个晶体颗粒 包括说棉杆各方面都会粗一点 有给过价吗这几个 有 还没有给 下次再来谈吧 走吧 差点把今天正式给忘了 今天还是要帮粉丝找条手桌 给他妈妈买的 要求呢3000的预算 情侣底57的圈口 本来这个预算肯定是买不到的 但是人家说了可以接受点小瑕疵 所以说找的范围内就大一点 今天就试着一起找一下 你看像这种小的边角料 虽然个头是小了一点 但是每一个的总水都还是不错的 像这种就是有两种带法 有像这么小的 可以去稍微雕一雕 做个小的宝宝服 去给小孩子带 或者就是直接打个孔 直接带在脖子上 也可以当一个随形的一个挂件 这一盘怎么找的 开创完 多少个 53个 53个 开创完一个600 200问一下吧 出不了 走吧 小挂件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因为个头比较小 然后一盘里面的优好有差的 估计是应该400以内是可以拿得下来的 看这条是还可以的 整圈放着一个蓝色的一个底装 总之比较细腻 但是水头会稍微短一点 这条开多少老板 开87 拿出去看一下 为什么要拿出来自然光看 因为三材里面的灯光是不一样的 有黄色白色 那么在不同的灯光下 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包括咱们拿出来之后 你看在出来自然光下 是呈现这种深色的蓝调 那你一打登再去看 灯光打上去又是一种深果绿的 整个底装还是比较细腻的 看上去是不是一种比较温润的一种感觉 而且像这一条整体的一个底色化的 还是比较均匀的 局部稍微会有一点点颜色 比周边的颜色要浅一点点 但是在满色的料子当中 这一条其实已经是算好的了 像这条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在打登的时候 去看它的一个内部 是有一点一点的污积点 清晰散散的个度还是比较小 像这种如果不认真去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一会儿进去呢 就可以拿这一点 去跟老板娘去谈谈价 走吧 咱们进去这一条去谈一下 这条最低多少能出 还没给家 8000肯定看不到啊 2000问一下了 这老板娘还算好的 给家就问 有的单独是你给家没给到 他就直接就是不帮你问的 卖不了 他货主有说要卖多少吗 没说 他说给配件的 你看这颜色化的也没有说很均匀 这上面还有污积点的 棉果就不跟你说了 是很均匀吗 哪里均匀了 你这颜色这里都淡了一截了 再加500了 重新问一下 你这货他要卖8000的话 他得再放几个月的 他卖价给他3500 3500今天的预算都不够 2800你跟他说能卖就卖 不能卖就算了 我帮你再谈一下 总是还可以挺细腻的 但像这种深色的料子 一般来说水头都不会太长 像这条水头 这种水头的话已经是算长的了 可以吧2800 可以 拿个袋子帮我装一下 转过去了 咱们现在拿去加工起货 走 手术起货已经出来了 咱们镜头拉近一起来看一下起货 看起出来之后整个底妆行不行 底子是属于非常润的那种 有点像和田玉一样的润感 抛光之后整圈的一个颜色画的还是比较均匀的 除了局部这里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小肉白 自然光下去看的话 这条手镯是呈现的一种蓝调 迎光去看的话也有轻微的一种透手感 再打灯去看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一打灯就是一种清水绿果绿的一种感觉 颜色非常的清爽干净 原先这些地方是有一点点小乌基点的 但像咱们正常去佩戴的话 其实也不会说太明显 整条手镯戴在手上也是比较显气质的 那这条手镯起货的话就讲到这 还想看大龄找什么样的手镯在评论区留言 不吃这条路 敬播说明 ノ视野 如果知道